问如何看待善意的谎言 OK这个善意不善意我就觉得说 很难决定 因为对我来讲 善只有一个就是善 就是合乎神的道理就是善 不合乎神的道理就不善 对我来讲 只有这一个是善意 OK那其他就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善意 那假如说谎言的目的 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 OK是要帮助别人 OK那我想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不是说常常讲 对不对不需要常常 这个对这个还要 就是论识才能知道 什么是善意的谎言 因为这个善意的定义也不容易 然后这个谎言的情形也不太一样 所以善意的谎言是什么 这个要就事论事 可是如果常常有善意的谎言 这个就 就有点奇怪了 对不对 因为谎言不需要常常讲 如果常常有善意的谎言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要低调才知道 这个我也不能论断 这就是这些谎言 这就是这些谎言